国际比赛是终于要结束了 没有联赛跟欧冠的日子 实在是太煎熬了 说实话 国家队之间的比赛 除了世界杯跟欧洲杯 我喜欢看之外 其他的各种形式的比赛 我是真提不起来兴趣 特别是像什么欧国联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个比赛有点太频繁了 一年六次 你动不动联赛踢着踢着 中间就停一下 一停停两周 真的是受不了 中间比赛也不好看 现在你看很多欧国联比赛 因为你能入选的 欧洲国家队的这些成员 基本上都是各个联赛里面的 这种顶尖球员 基本上都是最顶尖的球员 他们的负荷量相当的大 咱们看今年很简单 很简单的体现 很多球员像罗德里这种 原来是铁人一般的身体素质 他都开始韧带撕裂了 都开始不行了 就怎么说 你比赛国际足联或者欧足联 你的比赛太过于频繁 会导致很多球员的这种伤病 特别是顶级球员 那现在问题就是 最顶级的球员 他才能入选国家队 他入选国家队 他提的比赛就多 那么剩下的球员 他进不了国家队 他该休息还是休息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 怎么说呢 很多顶级球员 他受伤啊伤病啊 他不能比赛 然后导致呢 你如果看一个顶级 或者两个顶级球员 球队之间的一个比赛 他们的很多重要的 这种首发球员 他不能比赛 你是不是观感会大打折扣 很多人就说 你们这个顶级球员 你挣的还多呢 但是你挣的多 你要看球员的负荷量怎么样 是不是 就是在金钱 他确实这些球员 现在挣的比以前多 球员跟伤病之间 就是这个比赛质量之间 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认为呢 现在其实比的就过于频繁了 像什么欧国联这种 我觉得 没必要这么频繁 你像比如说 有这个欧洲杯跟世界杯 这个年份 你欧国联就该减就减一点 很多人可能说 那欧国联可能强队之间 你可能比着比着 可能觉得比赛多 但弱队怎么办 这是弱队需要比赛 弱队你就踢友谊赛 热身赛就得了 那就别弄这些什么欧国联 因为现在问题就是这样 很多强队 你比如说英格兰 像什么德国荷兰 像这种强队之间 他们踢欧国联的时候 很多球员 就是出攻不出力 出攻不出力 就是我 你让我踢可以 但是呢 我规避伤病 他为了不受伤 他未必能百分之百的 去尽全力去踢比赛 那你说这种比赛 你踢的有什么意义呢 就为了踢比赛 还是踢比赛 其实其实没有用 你像过去啊 过去其实 他是什么各种热身赛啊 其实球员踢的 这个负荷量没有这么大 过去你看 你往80年代 90年代 那个时候 你说98年的世界杯 他才从24支球队 变成32支球队 那么下一届世界杯 他马上就要变成48支球队了 那这个比赛又 又开始变多了 是吧 包括你像最最开始那种 什么欧洲杯 80年 90年的欧洲杯 那也就是多少 16个球队 很长一段时间 我看欧洲杯都是16支球队 再往前就8支球队 他比赛没有那么多的 包括之前的这种欧冠比赛 欧冠比赛 我跟大家讲 如果可能不知道的话 最开始的这个欧冠 以前的欧冠 那真的就是欧洲各个联赛的 冠军球队 才能参加的比赛 就是为什么之前的这个联盟杯 联盟杯为什么它的这个含金量 要比现在这个欧联杯的这个质量要高呢 很多这个顶级联赛 像什么英超的亚军 季军 他们是参加联盟杯的 所以有的时候联盟杯的这个这个冠军 经常能把欧冠冠军干翻 所以很精彩 那个时候你就优胜者杯 其实很多人拿这个欧冠 比之前的那个欧冠 欧联比之前的联盟杯 其实我觉得不太准确 之前那个联盟杯的时候 真的是很强 有很多强队 就是在联盟杯冠军 最后一比这个欧洲超低杯的时候 真的就是把 能把这个欧冠冠军干下去 那个时候那比赛真的好看 所以欧冠以前真的就是 各个联赛冠军才能参加比赛 就是联赛的冠军 加上欧冠 这个之前的那个冠军 他们才能参加比赛 所以这个伤病啊 包括 你就算没有伤病 球员他也疲劳 咱就不说南美的球员 往欧洲走的话 他要倒时差 大家倒过时差都知道 就多么的困难 你休息不好 你睡眠不好 你场上的状态 这都是小事 缓一缓都能缓过来 大的就是伤病 我呢最近是切身体会到了 我为什么想录这期视频 因为我最近就很难受 怎么样呢 因为可能 也可能很多朋友都问了 我就为什么最近这个 这个脸 都变得越来越黑 被晒得那么黑 怎么回事 都分层了嘛 首先呢 我是一个特别爱出汗的体质 我打网球嘛 可能认识我的朋友 熟悉我的朋友 都知道我经常打网球 然后呢 我就特别爱出汗 然后我就戴那个发带 然后这个发带一拿出去 因为打网球 你要长时间的在室外 在室外晒太阳 最后你就发现 这个断层 这个地方 开始断层 这边特别白 然后这边整个脸晒得特别黑 看着很搞笑嘛 然后我是 我不知道有没有 也是同样打网球的朋友啊 就是打网球呢 当你的这个球技啊 在逐渐进步的时候 你就会犯一种病 叫网瘾 我就是前一段时间网瘾犯了 就打球 疯狂打球 每一天都要打 一天不打 就手痒 就这种感觉 然后呢 最疯狂的时候 就我本身我是一个身体素质 还算是不错的 就我很少有伤病 很少受伤 但是呢 打网球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打上瘾嘛 最疯狂的时候 我一天能打六到七个小时 就六到七个小时 什么概念啊 就在室外打六到七个小时 你的光打网球的这个消耗 就消耗两千卡路里 正常人一天也能消耗两千卡路里 也不多吧 对不对 我光打球 光运动就消耗两千卡路里 那你别说 加上基础代谢 一天三千五四千都很正常 所以连续打了那么一两个星期之后 我的身体就吃不消了 然后就开始发生一些 就很难受的情况 就比如说膝盖开始疼了 膝盖疼了 因为跑动太多了 然后我的这个膝盖疼还好 脚疼太要命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打球 就是脚后跟特别疼 就有点像那个足底发眼泪一样 就那种感觉 我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呢 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一下床 就那种感觉 双腿一着地 双脚一着地 我直接跪地上了 我就感觉了 昨天晚上 有人把我给截肢了 就走不了 我缓了很长时间 我才能慢慢接受 就是开始往前 怎么说 缓慢的前进 就已经不行了 然后我缓了差不多一两天 觉得脚稍微好一点了 然后我又去打往球了 受不了 难受 不打难受 又去打球 打了一开始还行 打了一个多小时 又开始疼 然后我现在这个脚已经疼了 能有个两三个星期了 就特别特别疼 就是一打球 你缓个两三天就好 但是你再一打又开始疼 我估计我可能冬天 冬天马上就到了 我可能 如果能缓个养个几个月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 但是真的 我现在修个两三天 能感觉走路没问题 但是你要再 就是 就是长时间的这种跑步 或者是这种 是奔跑 来回 真的就是不行 所以我现在很能理解 就是运动员 就为什么他们频繁的比赛 一周双赛 一周三赛 这么频繁的比赛之后 为什么身体状况会出现问题 真的就是 你感觉自己有点吃不消 身体吃不消了 这个放过去的 很多的一个运动员 因为我发现很多这个民宿 就足球民宿 他们就开始指着 觉得现在运动员太娇气了 但是那个时候 你会想想 他们的比赛没有那么多 现在很多 你像之前佩德里 包括上个赛季的罗德里 这个球员一年比60多场 70多场 你这什么频率 一周才52 一年才52个星期 52个星期你贴 多少 60场70场球 那你一周至少一场 对不对 这个频率实在是 我觉得有点高 一周一场 这才不把这个冬天夏天 这个休息时间算上 你说今年像 欧洲杯踢完以后 很多这个主力 国家队的这个主力 他得不到充分的休息 这导致要么是伤病 要么是状态不好 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很多 你像强队里面的 他的这个球员 要么就是很很重大的那种伤病 跟肩撕裂 或者是这个 这个这个膝盖受伤 然后要么就是发挥的 没有那么的好 反倒是你看哈兰德 挪威 没踢 欧洲杯 哈兰德今年这个状态 是不是非常生猛 正常来讲 你说球员 顶级的球员 他整个夏天 你说一个比赛 联赛一般都五月份 五月中就结束了 你了不得 你踢一个欧冠决赛 是吧 你到五月底 也怎么样也结束了 所以球员就开始放假 正常来说 球员都要放四到六周的 这个假期 四到六周 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松 然后呢 归队开始 恢复性的这种训练 休息 然后一般来说 先归队的时候 先恢复体能 都是这样一个程序 但是呢 欧洲杯 他踢到七月中 那么很多的 这个主力的这些球员 他们踢到四强 踢到这个决赛 半决赛 决赛 然后呢 他们只有三周的休息 三周休息 我跟大家讲 是远远不够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 三周不可以了吗 三周休息可以 但是你 你七月中 你修到这个八月初 你还要跟球队合练呢 你还要恢复体能呢 对不对 因为我以前呢 我跟大家讲过这个事 我可能之前讲过 但是我很久之前讲过 我高中 我高中是在美国读的 然后美国的这个高中啊 他把这个体育分的非常详细 因为他的整个 这个这个体育模式 是很接近职业足球的 很接近职业足球 我就 我就 用我的 这个个人经历来举例子 我在美国是 这个高中 提的是校队 但是我们学校不强 而且我 我也不是什么技术流 我技术很一般 很一般 我不是什么很厉害的球员 但是 你在这个球队里面 训练 那肯定是 我第一次看到 因为我在国内 就是纯体野球的 就是大家 跟个无头苍羊 跑 但是来美国之后 我就发现 非常的专业 美国虽然说 他跟欧洲豪强比不了 但是人家成绩还是不差的 你就会发现 他整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 美国最普通的 这种高中里面 有个公立学校 他的足球队 足球队一般都是什么 他是秋天比赛 然后秋天 会大量的分流 身体速度最好的那一批人 都去打橄榄球了 橄榄球 篮球这些东西 剩下什么墨西哥裔 什么什么这些亚裔 包括一些什么白人 什么 就身体速度一般的 他会来踢足球 足球 然后一般来说 像我们学校算是一个 比较中等规模的 一个公立学校 他有三个队 主力 预备队 以及新人 新人就是九年级的 九年级的队 因为他们身体发育 还没成熟 不适合踢 跟十二年级一起踢 所以很多九年级 你会发现 身材非常矮小 还没发育 所以为了保护他们 就是分成三个踢队 三个队 然后这个队里面 每一个队 都都有一个教练 然后球队有一个总教练 他下面有一些助手 然后球队会有一些装备经理 装备经理 当然也是学生 学生他可能会 挣很少一点的工资 几十块钱 那种工资 挣下是你交了一笔钱 我当时 我那十几年前了 50美金 交50美金 你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你这个学校 跟其他学校打比赛 打一个赛季 能打个十场 十二场 这个比赛 联赛 但是你从夏天开始 他就开始集训 集训 首先训的就是体能 体能要训个两周左右 然后开始 体能就是一开始是长跑 一般是两英里 就是3000米 这种长跑 然后开始逐渐的给你加量 有时候折盘跑 一开始回来 经常我就跑吐了 夏天三十多度 我经常就跑吐了 体能要练两周 练两周之后 球队开始练这些战术 配合 开始教练教你怎么踢球 很专业的 然后包括踢比赛的时候 他是有一般是两个裁判 一个主裁 一个编才 踢比赛也很正规 这就是美国 他的各种体育的发展模式 很专业 而且你是一边上学 一边做体育运动 所以整个他这个模式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模式是很接近于职业比赛的 职业足球球队的 所以说很多美国的运动 他读完高中 在高中里面就接受过这种 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这种培训 然后在大学也是这样 大学一般读一年或者两年之后 他就很多 他就是参加到这个职业 职业球队 前职业合同了 所以他是无缝衔接 无缝衔接 既完成了这个基础教育 又呢 在这个体育领域里面发光发热 所以他整个是 他是无缝衔接的这么一种体制 职业俱乐部 说实话 职业俱乐部 其实也是大差不差 大概也就是这样 所以球员呢 他在休息 差不多一个半月 四到六周之后 他要逐渐的进行 首先体能恢复 然后跟球队合练 然后是什么技战术 最后在热身赛里面 教练呢 开始找这个不足啊 开始尝试新的战术啊 最后才是进入到一个 新赛季的一个备战状态 最后冲刺这么一个状态 他是循序渐进的 那么欧洲杯世界杯 举办完之后 很多球员他得不到 首先他在休息阶段 他就得不到完整的这个休息 然后呢又非常紧急的 你说八月初归队 然后直接跳过体能阶段 就跟球队合练或者什么 所以很多球员 他整个状态 是完全的没有调整过来 那他整个比赛 他不受伤已经是万幸了 不受伤 但是他表现可能要下滑个 20% 30% 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所以我就说 现在这个很多像FIFA 包括欧洲联之间的这种比赛 很鸡肋 球员他也不敢发力 他怕受伤啊 因为他一受伤 毕竟给我发工资的是俱乐部 对不起俱乐部 再一个就是 我在巅峰的时期 我伤病受到重大的伤病影响的话 对自己的生活 说实话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球员他也不敢 就是卖命的去提 所以这种比赛 我觉得很鸡肋的比赛 就是尽量减少一些 减少一些呢 对谁都好 也别说 就是一切都向前看 那真的觉得 很没必要的 所以今天呢 其实真的就是 我自己的切身体会 感受到了什么叫伤病 什么叫疲劳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疲劳 很多时候你要恢复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不光是伤病你要恢复 疲劳 其实也需要时间来恢复 好吧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法 看法意见的话 视频下方咱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好吧